大家好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刚刚我们看到中共的官媒 新华社人民日报已经发布了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万众期待的各界瞩目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 所谓的六中全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 会期是三天 八九十十一四天应该说 那么我们看到人民日报 以及相关官媒发表的文章 不出意料 那就是要为这个会议造势 烘托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要走好后面这段 关键时间的决心 相关的报道刚刚出来 我们会在后面几天的节目当中 向大家仔细的去介绍六中全会的这样一个进程 但实际上像六中全会这样的会议 这么重要的话 相关的决定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已经落定了 不会跑到这样的会议上就很多关键的问题 还展开辩论 展开研讨都不太可能 这个会就是提前做好了局 预设好了一些答案以后 让全党用开全会的方式 把这个决定的东西给它固定下来 那么今天我们不多聊六中全会 今天我在外面锻炼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消息 那就是有消息人士说 彭帅已经被软禁 同时我也看到了六中全会召开的消息 当时中国当年著名的诗人 孩子的一句诗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就是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关心你 这是当年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孩子 写下了一句诗 我今天的心情也是这样 我今天不聊六中全会 虽然六中全会在人民日报的嘴里 说中国共产党让山河岁月换了人间 习近平让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还说了一句话 叫习近平的巨大的功绩在于 叫刀刃向内 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果敢决绝 深入推进全民从严治党 展开了新中国历史上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的反腐斗争 这些话透着假大空 所谓的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我今天就想问问 在北京开会的这帮鸟人 彭帅是你想得罪的千百人 还是你不想负的十三亿 在彭帅和张高丽之间 张高丽是不是那个千百人 彭帅是不是那个十三亿 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 彭帅就是一个普通的 当然又十分出色的运动员 但他没有多少公权力的支撑 他是一个比较出色的中国老百姓 而张高丽是你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干的最高层 你这里号称果敢决绝 但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彭帅冒天下之大不韦 用微博的方式为自己民渊教区 向社会各界透露自己曾经被性侵 曾经被中共的最高层 长期多次被迫发生这种行为的情况下 你们竟然让他不但在微博上销声匿迹 还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找不到了 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 所以中国共产党曾经说过一句话 很多事情就怕认真二次 落实到彭帅和张高丽身上 这件事情也是如此 不过你六中全会还是八中全会 还是民典二十大 说的多冠冕堂皇 但是一遇到具体的事 你们号称坚信的那个信仰 去到哪里去了 彭帅这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遭遇 他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 目前这样一个境遇的最佳的写照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事情的报道 从台湾方面 我看传来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信息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的局长 叫石板明夫 在台湾上一个电视节目爆料 他说彭帅因为怀孕 找张高丽谈判 希望给孩子争取名分 但张决心要把小孩拿掉 双方产生了争执 因为张拒绝再次见面 彭帅才决定鱼死网破 兔子薄鹰 现在彭在国内的治安当局软禁 失去了自由 那么关于石板明夫以上的信息 我的一个判断是 以上是他的判断 而不是他拿到了实际的信息 是个opinion 不是一个fact 因为这种传言 我们也早就听说了 自从彭帅的事情出了以后 我们跟国内的方方面面的人联系 争取得到一些确实的信息 但是很多人也是分析 认为可能涉及到小孩的问题了 但是都是分析 没有人拿到证据说彭帅亲口证明 或者彭帅的妈妈亲口证明 说他确实怀孕了 甚至有些人说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在上户口本上户口的时候 你总要填他爹的名字 彭帅想填张高丽 但张坚决不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 这就是彭帅在微博的公开信里所说 10月30号他们刚谈了一次 有很多的争执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但这些我刚才以上说的这些 也都是分析 不是拿到了已经确认的信息 这个石板明夫先生 这位石板 他长期待在台北 并没有在北京 所以我相信 如果北京的方方面面的 媒体方面的人士 或者相关知情人士 都拿不到实锤 真评实据的话 石板明夫以上的这个信息 也只是他的一个分析 当然了 是一个从常理上 从逻辑上 从大众的感情上 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 一种思路和推理的方向 为什么呢 那么在彭帅的公开信里面 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三年前 当张高丽又通过 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 和 彭帅联系上以后 他们开始了一段 感情和肉体 双重的一种关系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被超党章 或者强迫超党章等等事情 也许当年他被迫过 但是后来很显然 双方是有很深的 这种感情的纠结 和这个因素 充斥其中 那么一度啊 彭帅甚至默认了 这样一种现状 那就是三人行 他说了 我也曾经想过 干脆就这样默默的 待在你身边 但是后来 终于还是没能默默下去 终于还是失控 导致了这样一个事件 无非有这样两种可能 第一那就是公开的 就是像彭帅在公开信里说 是张高丽的太太 这个康杰啊 欺人太甚 康杰啊 也仗着自己是老革命的太太 也仗着自己是正方 大方正宫 于是啊 十分瞧不起 运动员出身的这个彭帅 动不动讽刺人家 什么吃鸭舌 恶心啊 说你们郊区有雾霾 那是你们那儿 我们这儿没有等等等等 让这个彭帅啊 感觉到受到了侮辱啊 感觉到自己啊 这个不但名分拿不到 在日常的生活中 还要受这种阿杂气 所以他实在是忍不住 但是啊 这些事情不会是他最后 掀桌子的这个关键原因 因为难道就因为刚才 康杰说的那些话 两个女人之间 这种你来往往言辞之争 最后导致了彭帅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要向世界啊 公开这个信息 要跟张高丽摊牌吗 不会的 这不符合人知诚情 肯定是出现了 比刚才说的那个 明摆着的原因 要重要一百倍啊 甚至让彭帅决心 放弃之前的态度和姿态 一定要个名分 要个说法的这样一个因素 那这样的因素 可能是什么啊 我想大家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可能就是因为怀孕 甚至是生下了孩子 因为一个女人啊 她没有生孩子 和生孩子以后 这个时间可以说是 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一个人从内到外 从身体到心灵 都会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些人举例子 说一个女生啊 平时看见狗很害怕 可能躲着走 但是如果她带着孩子 这只狗来咬她的小孩的时候 或者冲着她 这个汪汪叫 吓到小孩的时候 这个母亲瞬间会变得出奇的勇敢 会奋不顾身的保护孩子 她已经忘记了自己 怕还是不怕 这个事情可能放到彭帅身上 也是适用的 她自己怎么忍都行 忍了 是不是啊 因为确实和张高丽 有了这样一个感情的基础 另外张高丽 那也是这个 一个新词叫什么 叫PUA PUA大师 中共的老领导都是PUA大师 那就是花言巧语 半真半假 半假半真 搞得彭帅是心醉神迷 欲罢不能 那就像我在节目里所说 她和彭帅和张高丽之间的感情啊 那就像摻了毒药的蜜糖 知道里面有毒 但是吃起来是真甜 明明知道有毒 还是一口又一口 就这么吃了下来 但是孩子的出现不行了 总不能让孩子 从小开始没有个名分 让大家不知道 他的父亲是谁 甚至让周围的亲朋好友去猜 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另外啊 虽然我们没有得到非常确实的信息 但是北京的这些媒体圈的朋友 给我们讲 彭帅的妈妈是个角色 这人啊挺厉害 因为他们以前采访相关活动的时候 有些人啊 一开始这个 只顾着采访彭帅 或者采访其他运动员 忘了和彭帅一起来的人 这时候老太太站出了训斥这帮记者 你们啥情况 你不知道我是彭帅的妈妈吗 那个老太太很有个性 像这样的老太太 你说让他从小带这个孩子 自己女儿生了 带这个孩子出去遛弯 楼下街坊邻居都问 哎呦 孩子他爸是干啥的 老太太说 我也不知道 那能这么说吗 所以彭帅也是受到了家庭的压力 尤其是在他的举报信里 他单独把他的父母拿出来说 说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从来不知道 我去你那干啥 只是以为我去你那打球 打麻将 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们俩之间还有超党章的这样一种关系 你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这样一个关键的文本里面 彭帅仍然把他家人的态度和他家人的境遇也放进了里面 可见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之大 是无与伦比的 是让他最后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先桌子 跟张高丽 一了百了 这样一个关键的原因之一 当然虽然我说石板明夫先生对这个设想 只是分析 没有拿到实锤 但他的分析仍然是 有可圈可点之处 他认为 彭帅这个设想 那就是男女之情最后失控了 不是 党内所谓高层斗争的一个延伸 他列出了四点 说第一 人物不对 说张高丽在中共党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属于在高层中人畜无害的人物 搞他没有意义 第二 时间不对 说六中全会召开在即 围绕会议的党内角力已经结束 政局进入垃圾时间 在这个时候各派一般都不会搞事 第三 方法不对 攻击政敌一般用香港或者海外媒体 为的是收发自如 用国内互联网微博爆料的方式 引发的效果 难以预测又不可控 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先例 第四 选择的人这个刺客不对 这里刺客是指 就是出来挑事的这个主持人 说彭帅是在国际上拥有高知名度的运动员 不是事后给点钱 改个名字 就消失掉了 找谁也找不着了 用他当刺客 很难善终 我认为石板明夫 在外媒住中国的记者里面 住大中华区的吧 通过这番分析 看来是比较有水平的 他分析的这个 比较合情合理 我也表示 基本都赞同 张高丽确实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那就是个干活的 天南地北的 非天南地北的跑 大事小事 喜事丧事 那你都得管 而且你看 这个不但江认他 温也认他 这个 谁这个 习近平也认他 那总是需要干活的 而且我们在以前的新闻里面 也并没有看到 张高丽的家族和这些人的家族 有多么 这个深度的勾兑 要有的话 那肯定在历次重大的案件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解读红色赌盘的时候 那贾家 是不是 那这个还有这个温家 还有那个原来的这个 政协 那些这个 那原来的政协 像王赵国家 这些人 他如果进了那个圈子 这些人 发财是扎堆的 你看这里边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张高丽和他的家属的身影 所以他基本上是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那第二时间不对 说的更对了 六中军会要开了 这个时候万事以稳为主 谁要在这个时候搞事 那是所有其他派别的敌人 因为你这个时候搞事以后 下场 这个后边的发展无法预测 不知道这把火会烧到神身上 可能大家同归于尽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谁都不会主动出来搞事 第三呢 方法不对 也是 和刺客不对 放在一起说 要真想搞政治的话 找谁不行 是不是 找个海外媒体随便 随便发一篇 国内再忽悠忽悠 互联网上弄一弄 没有 这次方式不对 那就是看来 是彭帅的一个个人行为的可能性 更大 由着这个线条 推演下去 这个石板凌副啊 认为 这个事情反映了 中共权贵对一般民众肆意霸凌的状态 实际上有代表性的女权事件和人权事件 不应该被矮化成习派和江派的斗争 在中国还有无数个弱女子 每天都受到中共各个层级的大小官员的霸凌 无力反抗 他说的这个 我认为也是相当到位的 从这个角度讲 外媒纷纷把这个事情包装成me too 倒是比很多华语媒体 把它包装成高层政治的延伸 高层政治的演变 更靠谱 更靠谱 那事实上 别说彭帅了 就是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 无数个这么个晚上 中国的官场上 商场上 得有多少女子 要陪着喝酒 要陪着打牌 要陪着旅游 中国的这个酒席啊 没有美女是不成酒席的 有酒席的地方 必有情色 当然这个有轻有重 有深有浅而已 所以很多这个女子 就在这样的政商环境里面 天天打拼 同时也是天天被霸凌 根本就无力反抗 从这个角度讲 我前段时间解读的 这个红色赌盘 讲起那个茅台会 那够高端了吧 那够牛了吧 你看成员都是什么 这个 富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什么阿里巴巴的 马云 什么什么 那都是这个级别的人 才进茅台会 大家看到没 我发那张照片的时候 里边没有一个女生 为什么没有女生 大家可能脑子 还没转过这个弯来 难道女生 女富豪们就不想加入 这个顶级的小团伙吗 他想 你比如说 据我所知 这个隔离空调的 这个 这个 董明珠女士 她就一直想加入 这个茅台会 但是 一个女生 尤其是一个强女人 尤其是在一个商场里 打滚的这些女人 你想进这个圈子 男上加男 马云 刘长乐 还有这个 贾庆林的这个 这个女婿 李伯潭他们 根本就不会带你玩 不是说董明珠 级别不够 董明珠的这个 分量也够了 是吧 但是 中国的官场里 商场里 她仍然是有根深蒂固的 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有时候 那是说不出来的 有时候 那是人人心里有默契 就是不跟董明珠玩 所以 董明珠死活 也没进那个茅台会 当然了 还有很多人更恶劣 认为 这个 茅台会到了爷们之间 是不是 你带你的女朋友 她带她的那个 女情人来这 这个连吃带喝 玩 交流信息 做生意 谈投资 完了以后还能抄党章 你说来个女的 像董明珠这种 大家觉得别扭 没法对待 深了不是 浅了不是 这个说话 说重了不是 说轻了 也不过瘾 所以这些场合 自然的就把女性的高管 女性的这些人 给排除在外 你看 就像 段友红和沈栋 沈栋都承认 段友红在他们家 说的是算的 钱都是 大部分是段友红挣的 关系也是段友红的 但是你看 什么时候段友红 在 茅台会里 这个 蹭上 这个这个 串来串去 上船下跳了 没有 他知道 那样肯定对他家的生意有害 他必须派个男的 派这个身材魁梧 相貌堂堂 喝过羊外水 也吃过妥头的 沈栋 他老公 代表他们家 去参加 茅台会 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是女生在中国 你是玩不进那个最高层的 你是玩不进那个核心的 从这个角度讲 彭帅 体育界的超级大牛 董明珠 企业界的超级女大牛 都没戏 都没戏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你看 彭帅果然是失联了 谁也找不到了 不光新闻界都想找他 各方各面都想和他取得联系 我想不久以后 国际体育界也想和他取得联系 但目前看来失联了 所以被软禁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你看张高丽 不管当初多么会说 跟人家讲 说宇宙很大很大 地球在宇宙里 连一粒沙都算不上 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 所以他跟彭帅说 你就放下思想包袱 好好地跟我抄党账 过了几年之后 谁记得谁呀 谁管谁呀 谁为你是 争结的女烈士叫好 谁又为你跟我抄党章 在骂你呀 谁都不是谁的谁 这个世界上再说一遍 谁也不是谁的谁 所以享受现在 享受自我 享受抄党章 他当初这番话 说的跟真的是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 两情相悦的时候 怎么说 那都是意乱神迷 那都是甜若蜜糖 我相信张高丽本人 在这一段的感情当中 肯定也是动过真情 但问题的关键是 张高丽这孙的 真的就是个凤凰男 没事的时候 好的是如交似期 一有事了 人家要生孩子了 或者一次要生孩子了 不管怎么样 跟他要个正式的说法了 你看他动用的手段 仍然是公权力 就是封人家的口 在这之前 他甚至威胁过彭帅 说我不怕 那可不吗 你怕啥呀 你这么高的级别 整个体系都是为你服务的 彭帅能把你怎么样 所以他果然露出了凤凰男 加老流氓的本色 所以我们为彭帅 真的是既十分担心 也是十分的为他感到不平 事实上 张高丽早就露出了 这样一些禀赋 因为中共的这些高层的官员 一旦到了那个级别 他们的行为方式 那都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什么 毫不立人案 专门立己 凡是以自己为原心 以利益为半径 画原 圈里边的 怎么着都行 圈外边的 那怎么着都不行 张高丽目前看来 也不例外 这两天 香港和台湾的相关媒体 又挖出来了其他的一些传言 新闻或者说 比如说香港的动向杂志 早前就报道过 说中共党政机关 早在16年前 2005年就收到关于张高丽腐败 放任下属 胡作非为的这种小传单举报 但是当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 竟然在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上 公开表示 生活作风问题 搞女人的问题 毕竟是小节 如果有人要靠这些事情搞大 向上送材料 最后还是要我拍板 我反对提倡清教徒式的生活 你看这个 张高丽如果这段话是真的话 那真是胆够大的 在纪委会上也说 不提倡清教徒 男女这是小事 那你这和习主席说的 也不是一回事 习主席说 要自觉抵制金钱美色的诱惑 当然了 这是2005年 那时候习主席还没上台呢 那个时候 中国那个时代 那就是高歌猛进 能赚钱就赚钱 悯生发大财 在生活作风方面 那更没人管了 更没人管了 没准大家还相互比呢 你有几个 我有几个 怎么怎么的 当然了 张高丽在这一点上 丝毫不例外 除了2005年发生的这个细节 一个插曲之外 2008年的时候 在天津 还有一个能干的女总管 叫马白玉 也和张高丽 发生了一段非常奇妙的一个关系 当年 这个马白玉 被爆出贪污受贿 遭到起诉 根据天津市检察院第一份院 这个所公布的起诉书显示 00年到07年 马白玉在担任天津市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市政工程总公司 总经济师这些职务的时候 非法动用国有资金 3.64元炒股票 给国家造成了 3.15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马白玉 我给大家贴出照片来 同时 他还侵吞公款 1060万人民币 他老公 儿子也都侵吞公款 最后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18年 那这个马白玉 就是张高丽主政天津时候的 那个成建房地产的大总管 你看他这个担任的职务 那是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 市政是干啥的 管水管电煤气这些 这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都给他们管 那是大生意 那是大生意 同时他还执掌过天津城投集团 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城市路桥 轨道交通 环境水务 城市综合开发 也是天津市最大的国企 那么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说 马白玉就像今天的彭帅一样 是替张高丽背了黑锅 替他进了局子 因为当时那个职位 做这么大的生意 没有张高丽首肯 行吗 当时张高丽在天津的时候 搞房地产投资 在城镇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 撬动了2000亿人民币的银行信贷 那个时候天津房地产 像风一般的增长 这个时候马白玉 就是管这个事的 你说能跟张高丽没关系吗 但最后进去的 是这位马白玉 那看起来马白玉 就是当年的小一号的彭帅 那么我们再回到 石板明夫的这个点评上 石板明夫还非常有远见的指出 说这个时候能够改变彭帅命运的 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声援 这一点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比如说北京冬奥会召开在即 全世界的体育团体 人权团体 女权团体 以及所有支持自由民主 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家 团体个人 都应该站出来为彭帅发声 一起为给中共政权压力 救救彭帅 那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你一旦进了中共那个体系 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任何一寸土地 什么公平正义 什么法治都谈不上 只能靠外力来撬动这个体系 那就像沈栋先生的那本书 撬动了中共这个 僵化邪恶的政权 反而救了这个段友红一样 现在彭帅也只能靠国际社会 失忆援手 而且有的是办法 比如说冬奥会 冬奥会上 各个会议这个代表队入场 我希望看到的是 很多国家的女运动员 穿着的那个服装 印着彭帅的头像 印着 me too 印着舅舅彭帅 这样的字眼 如果这一天真的发生的话 那恐怕是中共 最大的一个折磨 因为啥 在你的地面上搞这个 冬奥会 开幕式 是不是 你总不能规定 不准穿着衣服 那你这事要敢做这个规定 那本身就是世界头号新闻 开幕式还没开呢 就会满世界都开始说你这事 那你还想建设可敬可爱 可信的中国拉倒吧 你自己看的自己都恶心 还用别人说吗 所以中共是没有这个能力 做到这一点的 那如果做不到 开幕式 你总不能不直播吧 如果你直播的话 看到人家穿着这个衣服的 就给他打马赛克 那电视不是从头到尾 满个屏幕都是马赛克吗 还有法看吗 有没有没法看了 所以现在 我们看看彭帅这个设想 到底能掀起多大的国际声浪 彭帅这些年当中 到底交了多少国际上的朋友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就应该赶紧的 为彭帅 为所有的那些女性 为了他们摆脱 中共这种以公权力做基础的 对女性的欺压 大家应该联合的行动起来 甚至包括以前和彭帅 可能个人关系 没有这么好 甚至产生矛盾的这些人 这个时候 是体现你的人品 体现你的风格 体现你的素质的时候了 你看这两天 彭帅那个最好的搭档 台湾籍的谢书威 他俩联合拿过两座大满贯冠军 有人在谢书威的Facebook上留言 说谢书威 你的老搭档出问题了 虽然你们分手了 但毕竟是曾经的老搭档 谢书威人在法国 他回复的非常有意思 一共21个字 他说 你为什么会觉得顶尖运动员的脑子里装的是猪脑 问号 还是两个问号 这个事情就很耐人寻味 当然彭帅和谢书威 他俩小时候就认识 后来组成了叫螃蟹组合 叫螃蟹 大家称为螃蟹组合 在土耳其拿下了WTA的年终总冠军 同时温柏登 法网都拿了大满贯冠军 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谢也是顶级的网球选手 但后来两个人因为争这个体能教练 闹得不合就分手了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眼 谢书威说的这句话 我认为他是比较了解彭帅的 因为彭帅 最后出的这一招 也是可能是万般无奈 但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招 因为这么搞的话 他起码他的人身安全 如果有了孩子的话 孩子的安全就得到了保证 因为这已经成了国际事件 你总不能像搞段尔红似的 一下四年音讯节五 那体育界也得问 是不是 这个情况 我认为他做的还是不错的 另外这只是彭帅出的第一招 后面我相信 国际体育界 比如说什么网球 联合会 什么各种各样的网球大赛的组织 彭帅的这些队友 教练 可能他们会发声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彭帅这样是一个世界顶尖级的选手 因为自己受到了 在两性方面的弃压霸凌 不公平的待遇 从此人生画上了句点 网球界再也没有彭帅 恐怕这也是国际网球界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方面 所以后面怎么搞 怎么弄 我们会随时关注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谢谢您 在这里我们诚挚的邀请您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也给我们的节目打赏 制作非常的费时间 我们希望大家能给予我们实际的支持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好